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每秒钟18万的超美科幻片 星际特工千星之城 故事发生在28世纪的宇宙里 千星之城是一个巨大的宇宙空间站联合体 人类和外星人一起生活在千星阿尔法 这个繁华的星际大都市 他们成立了宇宙联盟 共同管理千星之城阿尔法 在宇宙的深处还有一个美丽神秘的妙星 那里生活着高智能生物珍珠人 他们通过采集好看的珍珠能量球 来维系星球的环境 还有一只具有复制物品能力的可爱小怪物 整个星球就像童话故事一般 然而有一天,灾难却降临了 父亲的太空大战殃及了珍珠星球 国王和皇后带着珍珠人 躲进了一艘废弃的飞船里 但飞船的门把坏了 公主无法进来 就在星球即将被毁灭的时候 珍珠公主释放了自己的能量 能量以一种波的形式 寻找到特工弗洛瑞恩作为她灵魂的守护者 这时她正在准备和特工洛瑞琳 聚集获一场神秘的交易 交易的物品和十几年前神秘失踪的种族有关 原来这次交易的物品 正是珍珠星球的能量球和小怪物 两人假装称旅游者 混进了一个需要VR眼镜 才能看到货物的市场 在当地特工人员的帮助下 他们成功地阻止了交易 拿到了能量球和小怪物 交易失败的外星人麦家 眼看着到手的货物飞了 仿出了大怪兽追杀韦勒瑞恩和洛瑞琳 子弹和装甲车都无法抵抗大怪兽 危急直刻 他们召唤了飞船 成功地甩掉了它 洛瑞琳给可爱的小怪物做了康复治疗 而韦勒瑞恩对能量球进行分析 发现里面还有超高的能量 但是当她想查询这个能量球的来源星球时 发现需要更高的权限才能够查看 两人就此结束了任务回到千兴城 后来将军又给两人分配了新的任务 千兴之城在一年前出现了一块神秘的空间 那里无法勘测信号 没有空气 并且被高度污染 派遣去调查的部队无一身还 甚至这个区域正在不断扩大 预计几天后将会摧毁整个空间站 而这时候指挥官也来了 说明了事情的严重性 并要求马上采取行动 弗洛瑞恩和洛瑞林则负责保护指挥官的安全 原来是他们成功抓到了当年神秘失踪的珍珠人 并得知那片神秘区域是珍珠人在制造飞船 然而指挥官不敢相信 竟还有珍珠人的存在 因为当年造成珍珠星球毁灭的星球大战 就是由他指挥的 他故意隐瞒了珍珠星球上存在生命体的事实 不顾太空交战规则和法律 对珍珠星球的母舰发射了超级导弹 导致他们的毁灭 为了继续隐瞒这个事实 他准备前去消灭正在建飞船的珍珠人 然而珍珠人抢先袭击了他们的飞船 带走了指挥官 弗洛瑞恩在追赶的过程中已失踪了 洛瑞林通过专门卖情报的压嘴人 找到了弗洛瑞林 但洛瑞林又被十人族外星人抓走了 为了救他 弗洛瑞林找到了魅惑族的女王泡泡 泡泡的变装让他们成功地救出了洛瑞林 但是女王却不幸受伤去世了 临死前把魅惑族托付给弗洛瑞恩 而将军也找到了被抓的珍珠人 慢慢地知晓了事情的真相 珍珠公主的灵魂 指引着弗洛瑞恩来到了那片神秘的区域 见到了珍珠人的国王和皇后 而此时珍珠人已经修建好了飞船 就差能量球和小怪物 就可以离开这里重建他们的星球了 清醒过来的指挥官看到事情败露后 害怕珍珠人向他们索取巨额的赔偿 仍然想要除掉珍珠人 即使珍珠人已经选择原谅他 他还是执迷不悟 没眼看到弗洛瑞恩只能一拳打拥的指挥官 最后他和洛瑞林代表人类 把能量球和小怪物交还给珍珠人 还表示愿意和他们一起重建家园 然而还没死心的指挥官 下令机器士兵攻击人类和珍珠人 还启动了爆炸定时器 这时候空间站的控制队长冲出去 准备停止爆炸的定时器 在仅剩5秒时成功地关闭了定时器 而弗洛瑞恩也干掉了所有的机器士兵 把指挥官绑了起来 最后带着洛瑞林和珍珠人 一起离开了太空站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点个关注再走呗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